以其98年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的人口论 预测了悲剧性的未来 他认为人口会呈现倍数成长 而粮食却只能用固定速度逐渐成长 当人口增长超越食物供应 最弱者就会因此饿死 最后导致饥荒 战争 然后瘟疫爆发 人口锐减 等到灾难过后 每个人分道的耕地增加了 人口又重新的成长 而后惨剧又会再重演 变成了一种循环 这个预言或许在农业革命之后成为过去 但饥饿却还没从地球上完全消失 2011年的夏天 非洲之脚爆发了30年来 最严重的饥荒